這波疫情以來 那今天的本土案例是最多 那可能在這樣的棺材 很多的一些傳播鏈 看起來還會再往上升 今天本土案例有382例 境外移入有149 這波疫情以來 那今天的本土案例是最多 那可能在這樣的棺材 很多的一些傳播鏈 看起來還會再往上升 今天本土案例有382例 境外移入有149 這裡面當然有很多的不同的來源 不同的傳染源 那比較在這段時間被 我們注意比較多 大概有幾波就是 有這個娛樂圈的 相關於從基隆 從基隆高雄 這都是在娛樂圈裡面 相關的一些傳播 那另外這一段這幾天也看到說有幾個軍營 有這樣的一個感染者 這要提高警覺特別要注意的 大家也看到從基隆一開始的小吃店 那以往我們的經驗 其實在這些相關的娛樂場所裡面 傳播起來是非常的快 因為大家相距的時間比較長 那口罩各方面也沒有辦法完全的戴好 所以這傳播起來的速度算是都很快 所以這要特別的注意 那再來其他的縣市 也有像 花蓮 這有一個在PUB裡面 那有幾個地方 都有這些從業人員的染疫 所以大家也特別注意 那要出入這些場域 當然疫苗一定要打好 這是規定 所以現在第一劑的涵蓋率83.51% 第二劑78.55% 基礎加強劑0.83% 增加劑51.29% 這是我們的一個 現在的一個注射情況 不過疫情是一定會來 那大家就如同 這個院長有說 相信科學上下一心 那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基本的事情做好 那自然就疫情就能夠守得比較好 這麼久 作詞也忽然 我們要和這個 我們要和這個 組閒的意思 成功 我 我